学佛人 静信很重要 你求菩萨 你要完全地相信 这就叫静信 静信是你在铸造心里的福田 静信让你生起正能量的勇气 彻底相信因果 你将会拥有三福田 彻底地静信佛缘 你将会得到善果福报 福田供养 福气生 恩田孝顺 懂感恩 悲田慈悲 有佛根 一生福慧 远离恨 学佛中有些人求了有福 有些人求了还没福 其实就是你福报的种子 种下去的早晚 所以结果有早晚 早种早得福 晚种晚得福 不中不得福 就像一个人排队买东西一样 排得早 买得到 排得晚 晚买到 早点想通 身体就好 心脏也快乐 晚点想通 脾脏和肝脏都会受损伤 听了别人的恶话 就气得半死 说明你被阴风一吹就倒 心中没有防火墙 被别人一骂 就气得不得了 说明你文化程度还不高 心中没有正能量 被人家一说 就不学佛了 说明你没有净信心 信佛信的 不干净 不彻底 自在安详 能化缘 善恶因缘 不结冤 躲过疫情 艳阳天 佛情佛意 在心间 要完全相信 观世音菩萨 没有半点怀疑心 抬头五佛 观世音 心中藏满 慈悲心 救苦救难 传法音 一生跟随 观世音 静信 会让你增加智慧 会让你避开 一切烦恼 福和慧 自然道 静信的人 会把心安住 心不妄动 方可 修出自信 看一看 修得好的人 哪一个学佛 没有静信心 现在的天时 要学会 随顺因缘 平安 是福 现在的天灾 要学会 无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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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恨 知足 常乐 理解现实 你才能 安排生活 理解人间 你才能 救度 人心 学佛 拜佛 自在佛 人间净土 常祝福 常祝福 随顺众生 随缘佛 法界藏身 弥际 弥陀佛 弥陀佛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